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子两个人首度在镜头前相会 一起来听听稍早的访问 最近有一些事情都被翻出来了 有没有觉得很心疼 心疼 一直都是很心疼 他走路正直之后我一直很心疼 妈妈说他真的是非常的心疼 柏惟 百事苦行其实真的不是一般的人能可以做得到的 而今天柏惟预计12个小时会走58公里的路程 那整个百事苦行将预计会走超过300多公里 而妈妈一看到柏惟也立刻拿出毛巾来给他擦擦汗 希望儿子不要着凉 不过他也说一切儿子的选择他都是非常尊重的 以上现场最新情况先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我们下期见